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录生活 那有些人喜欢用相机拍照 记录他的人生 有些人喜欢用拍立得 拍立得就是一台小小机器 一拉就会有照片出来的拍立得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聚焦 拍立得这个领域 你知道吗有些人追星用拍立得 有些人找到艺人 啪啪然后马上签名 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样 也是用拍立得 那有些人竟然可以用拍立得来当饭吃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今天就要邀请到几位达人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来探索 拍立得的点点滴滴 所以在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 如果你对拍立得也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赶快加入我们 ET News分享 把我们这个网址呢 分享出去 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拍立得 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 就是拍立得的 算是专业达人老师 风德雄 雄哥 大家好 雄哥你好 雄哥各位 是的另外呢是很可爱 这也是我们的算是初学者啦 宝儿 欢迎你宝儿 哈啰大家好我是宝儿 另外呢要欢迎到也是另外一位的专家老师 陈焕良 焕良 欢迎 以及另外一个相当可爱的朋友 还有凡凡凡 你好 哈啰 是的 当然了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届时呢我们会玩一个游戏 会玩类似像快问快答 完蛋了 所以我们两个玩 就你们两个大对决 两个美女对决 好我们对决 宝儿跟凡凡 那赢的人呢就要拍三张很可爱的拍立得 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输的勒 也不用紧张 因为我猜你们半鬼脸应该不会丑到哪里去 就是拍三张丑或者是比较俏皮一点的照片 我们拍立得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 好啦鬼脸交给我 没有我以为要用什么画画脸下说 对啊 然后拍下来 如果你们自己这样要求的话 诶有奇异比吗 还是口红 我们先想来画一下 鬼脸交给我 没关系 开玩笑的 我觉得大家放轻松啦 因为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拍立得 对不对 然后当然咧 我们的来宾朋友们还有老师 赶快拿 你分享了哦 你也太快了吧 我已经分享了 我刚才聊天的部分当作你已经分享了 我们也分享了 大家赶快我们的电脑前面的朋友 或手机前面的朋友 平板前面的朋友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然后一起到我们etnews分享运营 把我们的网址史玛特过生活把它分享出去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要跟大家来回味一下拍立得的点点滴滴哦 好 首先呢 我们先看到超多超多拍立得的 我们请我们的熊哥来帮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 这是不是有些什么联名款 而且还有好多 好像以前顺便商都比较少看得到的 基本上 其实现在这边都没有 非麦婷了 全部都绝版了吗 是古董了 原则上都是绝版 我真的超疯狂 因为刚刚一走进摄影棚的时候 我就想要大尖叫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有的 而且我好想要这一台哦 那时候小时候都不懂事 都把它给打过这些就丢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这一台 对 它是用拉的对不对 它其实跟 小小的 对 它就是大概2.4 3.6公分的大小的影像 跟其实传统的135相机 其实是一样的大小 是 我记得小时候要这一台真的是费尽心思 你知道 跟爸爸讲了超久 考试还要考到第一名才可以买这一台 是 所以它现在是已经绝版了 基本上纯粹收藏 因为它的底片 其实早在大概五六年前都已经停产了 是 然后它也没有办法再显影 因为腰机包很小 所以 可是你们这么专业玩摄影这么久 都是专业的摄影师 你们没办法自己 就是做一些什么显影剂啊 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介绍一家 好可惜哦 像这一家叫Impossible Impossible 对 它是保利来公司 其实它就是算倒闭之后 他们把它的一个权利买下来 大概十年 然后 这是他们重新在研发的药剂 是 其实我是一个实验品 我从他们一开始到现在都有买 说实在 他们一开始的药剂 大概拍完一年左右 影像就差不多快不见了 这么快就消失了 但因为你不知道 那所有的药剂其实都是重新在调制 明白 不是原版的就对了 原版的因为化学 因为它也不生产那个药剂 因为太毒了 然后这个是比较环保的 所以说早期的PiLiD 它的相片的化学药剂是 比较毒的 真的假的 但是 完全不知道 但是因为够毒 所以可以撑很久 也对 可是我记得PiLiD 有一个小小确定 好专业的那个 好像拍久了 照片放的都会慢慢退色 就是会慢慢退色 这是正常的吗 这是正常的 因为所有彩色照片 你看你二十年前 妈妈爸爸的照片 一定是淡淡的 其实大家都是化学药剂 只是它一个是马上咸饮 一个只是你经过药水 咸饮出来的 那大部分都还是会变色 明白 不变色代表它花的钱够多 去研究这些药剂 让它可以撑得更久 是所以其实药剂很重要 所以我们刚刚 继续来介绍一下 这个联名款的 它是跟什么联名啊 华纳 它其实是一个TA 对 华纳 那它有一个卡通 其实有一只鸟 我知道 它每次都欺负它 它有BB鸟吗 BB鸟 对 BB鸟 它每次都欺负它 它每次都想要吃那只鸟 追着BB鸟 想办法要陷害它 它结果自己都被整 是吗 不是Tweety 是Tweety吧 BB鸟啦 华纳的常常 Tweety 它叫Tweety 重点不是Tweety 重点是 重点是它这样子拍照 就很简单 好可爱 它只要拍照 然后拍就好了 可是我想问 那时候就是 它们这种算是 有点像玩具机的造型 那它拍出来的东西 还是一样像那种 很专业的 比起来是 当然还是会差一点 毕竟镜头不是专业的 不是那么专业的 所以它玻璃跟塑胶还是有差 但是现在这个 买得到底片吗 买到 这还可以拍 还是可以用 待会可以让你们试试看 帮帮我 待会可以试玩一下 像今天我就是 带这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 其实这是600系列的相机 那它出600系列 它这个型号是 譬如说600 你看这边有185 180 分别是在哪里 600系列其实是这种底片 大张的 這算六乘六的尺寸 六乘六的尺寸 六百系列 那它的感光度比較高 可是這邊有個六百六耶 差個六十呢 對不起 那是型號 那是型號 它其實很多型號 像你看到這一排 這個型號都不一樣 其實都是以六百為主 它是六百系列的底片 來做一個區分 那這些其實就是一般人可以用的 然後這一台比較特別一點 怎麼說 你有看到這個有一個叫EMS的 這是救護車上在用的 蛤 為什麼救護車上在用的 這麼亮 這麼亮的 在那個年代沒有數位 它沒有數位的時候 它必須在現場先拍一些 譬如說車禍現場 人受傷哪些有問題 它拍下來之後 現場就拍 拍完之後呢 這些照片讓救護車帶到醫院 給醫院看說 那為什麼 當時的照片 對 因為當時沒有數位相機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台 對 你為什麼會有這台 它是達人 救護車上的東西 問一個蠢問家 沒有其實 這是因為它顏色非常鮮豔 對 那其實這一台很難找 對 你當時怎麼找到的 你就Ebay萬能啊 一個讀書碼 以前沒有Ebay的時候 你是找不到這些東西 所以當我在上面看到一台的時候 馬上你就馬上買 不敢馬上 因為價錢有點嚇人 對啊 一定不便宜 這台大概這樣子 3萬塊 左右 沒有 我剛剛以為30萬 下次我 沒有30萬 30萬應該是這個系列 30萬在那一邊 有只有一個 對 多十幾倍 所以這個是 以前救護車上 才看得到的東西 對 這個也蠻特別的啊 就是它完全明明的 透明的 這一台有趣的地方是 以前的人 不知道它怎麼動作 所以在電頭會擺一台 它告訴你 這動作的 這有數字嘛 好可愛喔 這可以展示 展示機 它有指示1 2 3 步驟1 2 3教學 好可愛喔 它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動作是怎麼樣 但這一台 其實也可以拍 也可以拍 也可以拍 但絕對都曝光 絕對曝光 就全部都是亮的 都是透明的嘛 所以底片裝進去 它也是就直接 對 就不管哪一張 都是曝光 所以它買來就是曝光機啊 它其實是 它是展示機 它其實是電頭的展示機 它是不是告訴你說 1 2 3 4 步驟是怎麼走 對 然後它為了要讓電頭 介紹給一般消費者說 知道這個東西怎麼運作 所以做了這個透明的機子 其實它是不賣的 非賣品啦 對 所以你又把它給搜刮來了 那大部分男人 都對透明版 比較沒有辦法拒絕 真的嗎 透明的最棒 透明的 因為可以看到結構 是 好好好 太細了 是 好 那另外那兩款 也是您的收藏嗎 這是聯名款 這也是聯名款 這也是聯名款 這一個我有印象 這個其實 這兩台呢 一個是樂高的聯名版 那一個呢 是台灣特別的版本 這個版本只有在台灣才有 這顏色太可愛了 台灣版粉紅色 而且很多Shawn 你都非常喜歡 是的 那想請問一下熊哥 當初是什麼樣的 因緣際會 開始接觸到拍立德的 其實這是在我高中的時候 去當攝影師助理 從攝助開始 對那攝助其實 攝影師他們就很 都會做一些 先拉拍立德 那個年代沒有數位 他先拉一張拍立德 看可以繼續拍 就結束 有耶 因為我們記得以前 鏡棚內拍的時候 你們可能沒有接觸到 這個年代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鏡棚拍照 攝影師都要先測光 然後就要先拍一張拍立德 然後我們都會 你知道以前剛開始 像新年都會很不好意思說 不好意思攝影大哥 可以把剛才那張拍立德送給我們嗎 因為覺得那好珍藏喔 因為只有一張 對 就只有一張 所以其實反觀 現在整個大環境 大家都數位化 好像都已經隨便一個look 就可以拍個幾千張幾百張 對 其實重點在於 拍立德的重點在於 千萬張只需一張 是 你再怎麼看 你也只拿一張放在後面 對 所以所有的照片 因為最終的目標也不過挑一張 對 那現在你的攝影棚 還是一樣整面牆 因為我看到很多攝影師都很喜歡 整面牆用拍立德來裝飾 這個我比較捨不得 捨不得 捨不得 我都收在相本裡 不想讓那個 因為相本不會有灰塵 是 那如果你放外面其實灰塵 雖然差沒關係 但是那紙塑膠巷子可以 富士這種就可以 好 那今天講到富士 我們來請問一下 另外一位收藏者冠良 也是我們丹安老師 我這邊走比較可愛版 剛剛那是聯名款對不對 超可愛 你看 我對於這一台 我非常非常感興趣 好可愛 因為它感覺是跟 米老鼠聯名對不對 對 它是植木植木拍立德 那它原本是Mini bar相機 然後因為最近比較夯植木植木 所以它就把它聯名在一起 做成植木植木的造型 好可愛喔 植木植木 植木植木就是它那個系列 對 植木植木在這邊 好 那有什麼其他跟我們介紹一下 而且Kitty那一台很紅耶 這一台啊 對啊 Mini Kitty Mini bar 他們是不是都是Mini bar系列 只是出不同的款式 對 它是Mini bar系列 然後它只是因為外觀造型 因為收藏者不一樣 是 所以它就做了不一樣的造型 那先為一個達人 您收藏這個粉紅色系 是 要送你真 對 因為 把妹 把妹 來 我幫你拍一張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相機應該不會送給他 我們本身是在賣牌立德 明白明白明白 對 小小兵的那一台 這台呢 小小兵的話它是最近 這一個月比較販售 剛好搭電影槽 對 那它的話造型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像這兩台的部分 它是用模具開模的 模具開模式 它是一體成型的 對 那這一台的部分不一樣 它的話它是橡膠套 它可以拔起來 它可以換衣服的意思 它可以穿衣服 好可愛喔 所以像這樣子 所以我的咪咪把你 可以套上去的意思嗎 所以可以幫他穿衣服 對 它咪咪把也套上去 咪咪給 我的皇冠 咪咪把他包光了 我可以幫他穿衣服 對 就是 我可以幫我穿衣服了 這樣感覺以後 以後就要穿衣服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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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大家都崩潰了耶 這真的滿可愛的 這真的滿可愛的 太可愛了吧 我這一台剛好泛黃 所以很適合 把他包起來 而且大家看後面也是 很精細都看得到 真的 有MINIMAN他們的一些圖片 在這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想問一下 這種聯名款算是限量的嗎 對 它是限量的 之後就買不到了 之後就買不到了 所以看到趕快搶 對 而且這台現在水漲船高 現在炒到 一台要4千多塊 那原價是多少 同樣的機型就是MINI 8好了 如果是宿舍版 像它的宿舍版 宿舍版的話 差不多1千多塊而已 1880 這個才1880 而且現在有這麼便宜 我兩年前賣的時候 要3千多塊 對啊 現在不值錢 現在不值錢 對 然後因為它有聯名 再加上它限量版 所以它現在炒到 網路上有4千多塊一台 對 明白 那你還有收藏什麼 你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邊的話主要是這台 都是富士系列的對不對 對 全部都是富士系列 那這台的話是MINI 25 那它的話跟MINI 8不一樣 是它算是全自動拍力的 全自動 對 它就是一開機可以拍照 可是像MINI 8的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調整光圈 才能拍照 要自己調整光圈 對 那它相機會幫你偵測好 偵測好之後 它會用燈號來告訴你說 哪邊可以拍了 可以拍了 到哪個環境調 對 所以這一台算是比較高階一點的 所以MINI 25的意思就是它全自動 25以上都是全自動 所以它算是傻瓜 傻瓜拍力的 算是 一拍即的 對 所以它也是比較多人 推薦買著這一台 明白 反正就是大家看型號 剛剛灌聯有教大家 到25以上就是自動的 對 如果你自己覺得自己手比較左 或是比較分不清楚 到底這個光圈要怎麼調 沒關係 它可以幫你偵測所有的 對 全自動的 全自動拍力的 那這樣它價錢會比較高嗎 它就比較高一點 就比較高 它差不多現在目前的話是2590左右 2590這樣聽起來也不貴 對啊 好像也沒有想像中貴 跟你之前第一版還要3千多塊 對啊 3千多塊 那這個咧 那一台的話是數位排力的 數位 它的話就是用照相機 結合充銀器在一起 所以它可以先拍完照之後 再做編輯 編輯後再洗出來 欸 滿方便的 它有點像是我們的數位相機 像數位相機對不對 對 只是它是可以print出來的 數位相機 那這台應該更貴吧 這台比較貴 這台要7千多塊 所以它可以修圖嗎 給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修圖 對 後面是有螢幕的 是有螢幕的 那它是觸碰式的螢幕嗎 不是 它是就這邊 是有介面的這台 對 那這台是富士出的 可是相對來講 它的底片不一樣 它的話是用比較方形的底片 對 那一般的mini的話是這個尺寸的 對 長的 螢幕也有差 對 這正方形 一個是長方形 有什麼覺得顯色度好像也不太一樣 對 因為數位拍立的的話 畢竟它是數位產品 所以它可以修圖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它比較不會那麼的 不會那麼真實嗎 應該說比較不會那麼飽和 傳統拍立的 畢竟拍起來會比較飽和一點 對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差異好了 小張的呢 就是傳統的拍立的 然後大張的這個呢 就是數位的 所以剛剛冠良講的飽和度的問題 大家看得很清楚 對 我還是比較喜歡小張的感覺 就感覺比較真嘛 對對對 比較真實一點點 感覺比較有回憶 好 繼續 那還有什麼呢 我看到好多不同的底片喔 這不是 這是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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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人喜歡拍白色的 這是白色的 那它可以藉由貼紙把它貼上去 貼在框框上面這樣 就是邊框貼紙 邊框貼紙 那因為有所謂的卡通底片 卡通底片 那通常像你們這種達人 你們會喜歡用素的拍 還是會喜歡 有一些比較俏皮 或是聯名款的這些 應該是要看性別 男生通常都是拍白色的 那女生比較喜歡拍聯名的 男生拍拿到Hello Kitty的 也還蠻奇怪的 女生就畫畫畫 對 OK 那再來就是 進階的進行就再來 Mini 70 喔 70 你說25以上好小台喔 就是全自動嘛 所以70肯定也是全自動 對 可是它多一個問題 它多了自拍模式 對 所以它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如果這台在自拍 它這裡可以自拍啊 它可以自拍 可是因為它是 你必須要裝自拍鏡 不然的話它容易濕焦 它上面不是有嗎 這不是 自拍鏡是鏡子 再加一個鏡膠鏡 對 那這要怎麼自拍模式呢 這部分的話 可能要少了 這邊開啟之後 這邊有一個自拍功能鍵 喔 看到了 對 小心 小心 我覺得它一直跟我說 因為今天我已經打翻它 兩三次 你要買它回家了 千杯 不是 它帶我回家 送我走 我覺得有這個概念 好 等一下我們再看 會不會再把它弄一次 如果真的弄一次 那就送我走囉 好 繼續 這句話說 跟這個差別就是它 它在一個自拍模式 那它自拍模式是 它全自動的 對 所以它的焦距會抓比較準 比較不容易死焦 對 那25的話你必須要裝自拍鏡 了解 對 可是像剛剛我們講到 就是有一些 米老鼠啊 Hello Kitty的底片 他們保存期限會不會有受限啊 也是有 因為它會隨著所謂時間 跟天氣跟濕度的因素 所以還是會慢慢的 就像剛剛熊哥講的 可能慢慢的顏色 會比較退化一點 對 比較不會那麼保和 所以等於說其實有時候 這也是推薦給大家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買底片的時候 不見得也是囤貨囤超多 因為有可能你放在那邊 你不先把它拍掉 它可能還是會因為 潮濕啊 濕度 或是各個因素 導致說它的顏色 會比較失真嗎 應該說拍出來之後 如果你有比較保存的照片 通常我們可以建議說 你可以拿去戶備 戶備就會撐得比較久 撐得比較久一點 對 那如果正常還沒拍攝的話 其實上面都有保存期限 對 所以還是最好在保存期限以內 拍掉會比較好 對對對 保存期限以內 拍掉會比較好 那它的顏色會比較漂亮一點 明白 還有什麼可以 再來就是這一台是Mini 90 那Mini 90的部分的話 好像更有質感耶 比較復古的造型 所以這一台比較男生 比較多人 對 這蠻適合男生的 很適合你 那它這部分的話 它是多在說 它有多的取貨ROMO模式 還有ROMO模式 B塊門啊 以及所謂的重複曝光模式 對 所以它玩法比較多 所以比較多專業的玩家 或者是比較 喜歡玩多一點的相機的變化 就會選擇買這一台 可是相對來 它的價格就比較高一點 這台大概要多少錢 這台要4千多塊 4千多塊 我覺得值得啦 一台可以一機多用 對不對 ROMO模式啊等等的 我們真的拿起來 讓大家看 攝影大家可以拍得清楚一點 因為這台真的比較少見 而且它邊邊是銀色耶 更漂亮 就是它是 它感覺很有層次 又是咖啡色又是銀色 那背後呢 我來拿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看 是黑色的有沒有 適不適合 適不適合 好像假的喔 你說這個嗎 對啊 可能是因為它是塑膠材質吧 對 所以看起來 遠看滿有質感 近看可能就會有一點點 就是還是有一點 塑料質 可以再更多質疑 可以再更精緻一點 可以再更精緻一點的話 就會比較像 那可能要加個一千多塊 再加個一千多塊 我覺得其實現在廠商 可能可以開發 我覺得現在人真的是 花錢不手軟 只要是喜歡的話 其實真的是不會太介意說 它到底多少錢 真的 只要是質感的問題 所以也是可以推薦 富士下次可以再出一款 更進階版的 那當初冠良怎麼會接觸到 拍力德 是因為你本身之前在賣拍力德嗎 其實我本身之前是賣相機包 我自己創業賣相機包 那後來是因為 朋友有介紹廠商認識 那我自己也先買一台 先試玩看看 然後發現他拍起來的照片 蠻漂亮的 那你家都怎麼收藏 這些拍力德照片 通常我會用相本收起來 那你跟熊哥 好像是達人都喜歡用相本收藏 因為心裡這樣講 因為拍力的底片 它很容易刮傷 對 所以你如果不收起來的話 它很容易就會一條一條的痕跡 對 明白 不過我看到 反正前面那一桌 要不要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 都是周邊 這是它所謂的周邊商品 那如果今天的話 這是所謂的夾子 夾子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夾起來 你看 我真的沒有故意擺開 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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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適合千配喔 對啊 超適合的 我真的沒有故意 它臉都綠了 對不起 繼續 這是夾子 夾子的部分的話 很多人會把它夾在牆壁上 夾一排 對 我都會夾在牆壁上 那這是所謂的油性的筆 它可以寫在白色的下面 所以可以在上面畫畫 它就不會糊掉對不對 不會畫到還是什麼的 它比較容易吸在顏色上面 比較容易寫在白邊上面 因為有些人想會寫說 例如說他跟男朋友出去 然後想要寫紀念練習跟地點 對 當作一種回憶 專門的筆 對 那這是紙膠帶 紙膠帶部分的話 就可以黏在自己的相本上 對對對 全部都是為了拍立的 出的周邊商品 算是為了拍立的 出的一些周邊商品 明白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所謂的相本 相本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可以收藏的 對 收藏的用的相本 因為它的尺寸比較小 所以這是你的收藏嗎 對 這是我們公司的收藏的相本 明白 那它是名片大小 名片大小 對 所以它為什麼比較多女生買 是因為它可以放皮夾 拍的裡面可以放皮夾 對 放在皮夾可以看這樣子 對 放在皮夾可以看 了解 好的 那麼兩位達人呢 稍來幫我們介紹他們自己的收藏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玩遊戲的時間 剛才我們一開始有聊到 兩位美女要來大對決一下 受益者就是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因為贏的呢 大家就可以獲得做三張 可愛的拍立的送給大家 那輸的話 它就是有三張 比較俏皮 鬼臉 比較鬼臉版的送給大家 好不好 我們兩個OK啦 OK嘛 準備好了齁 七月要到了 其實我相信拍立的話 很多的迷思 所以這些迷思其實 或許我們網路前的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作答 對 因為我看了這題目真的是還滿有意思 也可以增長一些知識 好的 第一題 請問拍立的底片顯影方式要用力甩 請作答 錯 我們請熊哥幫我們解答 不好意思 基本上拍立的用力甩是錯的 我以為大家說 那為什麼 可是我常看到以前 大家就是拉出來都要這樣子 對啊 以前 每個人都一直這樣 在拍立的剛發明出來的時候 大概在1948年 那個年代呢 剛出來很風險 對 那個年代的拍立的 其實撕開來的時候 濕濕的 然後電影呢就會演 他們一撕開就會甩 對 為什麼甩呢 因為太濕了 所以把他甩乾 所以把他甩乾 要甩乾 因為他是藥劑的關係 所以他把他甩乾 可是其實這是錯誤的 對 那因為電影這樣演吧 大眾總是無知的 就跟著 就跟著 好像是這個樣子 對 那到他真的 1972年 他出現600系列的底片的時候 他其實是塑膠的相片 都不用再甩 所以就放在旁邊就可以了 你其實放著就好了 我曉得你剛剛說甩 那是常在我們在攝影棚裡面 對 拉了完一張之後 然後才甩 對 因為他還沒乾 藥劑比較濕潤一點點 對 那藥劑濕的時候 你希望他快點 不要再拿在手上晾乾的話 只好甩 好的 所以大家知道 下次如果你拍拍立得 千萬不要再這樣甩甩甩甩 閃閃瘋了 好 第二題 請問潘莉的底片要蓋著相紙放嗎 蛤 我剛剛本來想問這個問題 結果全出題了 蓋著什麼 要蓋著相紙放嗎 蛤 我 就一出來之後這樣蓋著 我剛剛就想問熊哥這樣 是不是拉出來之後就要蓋著 反面蓋著 沒有 我覺得不用 請做到 我覺得不用 因為我猜 我記得有人跟我說過要蓋暗暗的 讓他比較快 我記得好像沒有差耶 好像暗房的那種概念嘛 對… 可是我記得沒有差 那我們請熊哥解答 來 答案有兩個 其實蓋跟不蓋都可以 不蓋… 等一下 不蓋的是富士那一幫 要蓋的是Impossible這一幫 明白 因為他新研發的底片怕陽光 他的藥劑還沒有調和到 出來陽光是可以吃到的 直接接觸到 對 因為其實派利德 富士跟Impossible 他一拍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富士是白色 然後慢慢顯影對不對 對 其實白色是一層藥膜 他是遮光照 他厲害的地方是 原來 看到陽光 他還是照樣顯影 但不會把原來的影像超過 明白 可是Impossible的呢 他還沒辦法到這麼厲害 所以就是有兩種 一個可以幹 一個不可以幹 所以是平手 所以現在目前平手 好 第三題 請問派利德底片 是不是不能夠過 X光機呢 請作答 不知道 拍裡的 硬猜一個 來 請作答 我不知道耶 我用猜的 這超越我的知識範圍 那我猜跟你不一樣好不好 好 來 熊哥請幫我們解答 其實答案最好都不要 可是不可能不 那怎麼辦呢 對啊 這個你光想一件事 它是底片 對 底片只要過X光機 不管什麼東西都一樣 它就是會曝光 可是不對啊 那你如果出國的話 對啊 我剛才想說出國 你還是會放X光進去掃一遍 基本上呢 以我自己的做法 我會拿一個放X光的鋁帶 然後放進去 那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一般傳統的相機 它是鐵的 所以多少有一點擋掉 如果裡面有鋁的成分的話 那就擋更多 對 所以最好還是都不要 對 因為你只要少X光 它就是有一點曝光 那 之後就不能再用了 不會 它會讓你看 可能會有點蒙掉 灰灰的 效果沒有這麼好 對 可能顏色就沒有像 新鮮的那麼漂亮 明白明白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不可以的 盡量不要啦 好 下一題 請問一下 底片未拍完前打開背蓋 會整合曝光嗎 就是還沒拍完就把它打開 是不是就報銷了 請作答 圈 來 我們熊哥請解答 不會 不能打開吧 不會 不會整合曝光嗎 因為它其實盒子是一個 密封的暗箱 所以第一張曝光 它頂多影響第二張或第三張 後旁邊的邊邊可能會吃到光 其他不會的 其他因為整張遮整的 它等於是一張遮光照在前面 所以只要不要把它拉開來 你打開你只要不拿出來 基本上可以 或離開機器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能說沒有 它還是漏光 沒有這麼大問題 還是可以用吧 對 還是可以用 可能前面兩三張會 邊邊有點白掉 明白 好呦 那這題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看看齁 製作人說最像可以隨便打開任何一台 最好不要 幹嘛要給別人啊 請不要浪費錢 請不要浪費幾天 沒有 他沒有秀 他說那可不可以現在隨便打開一台 不要 還是不要 我們不要跟錢過不去 是的 好 接下來這題好像我們剛剛已經有討論到 所以應該算有點小小的送分題 數位化的拍得拍下來的底片 會比較模糊嗎 請作答 剛才我們有說到這兩張對不對 可是剛剛沒有說 沒有說數位化 剛剛只說是畸形吧 會不會比較糊 對啊 啊 再一次 只有說飽和跟不飽和 對啊 沒有說清晰或不清晰 我覺得應該是有答案了 來 可是數位化應該會比較清楚 所以是插 會比較糊 對啊 我也想插 來 我們請 我看到熊哥有一點 深呼吸 可是應該是會比較模糊吧 如果硬要看的話 其實數位拍得他拍起來會比較模糊一點 你們剛剛都沒有在聽 因為剛剛講說他原本的拍得是比較 比較寫實的嘛 比較真實的顏色 然後數位化他就是會比較失真一點點嘛 剛剛不是這樣在聊的嗎 剛剛靈魂都在出竅就對了 這個我可以稍微提供一點意見 是 傳統的基本上它是鏡片 但是數位它是用印表 所以它是列印的方式 它不是鏡頭投影的方式 明白 所以像這種基本款的 它都是鏡頭對不對 雖然它還是塑膠的 可是它還是比列印的會更有質感 學到了 學到一課了齁 好下一題 氣溫溫度太低 底片顯影可以利用身體的溫度 來加快顯影嗎 我都憑慾感了 請作答 對 我覺得它沒差耶 這有差嗎 身體的溫度 來熊哥 有 可以 如果是富士的 你如果在大概10度到5度 或者是0度 拍完都不加溫 讓它自然在環境中顯影 就沒有辦法跑出正常的顏色 就變得比較陰森 所以有些人拍完 他們會用手的溫度去這樣壓 是正常的 是對的 它是加速 因為化學藥劑嘛 所以你有溫度它會加速 那這樣會不會導致我們手接觸化學 不會 因為它是塑膠的相片 藥劑是在兩個塑膠的中間 明白明白 所以你怎麼樣 除非你把它壓破 所以可以這樣子加 但是大家不要這樣子散 因為散不會加溫 反正會降溫 對 溫度越來越低 是的 好啊 那答對了嗎 我們請公主人幫忙 我們又平手了耶 又平手了 我們都有在記嗎 誰在記啊 好好的 還在記啊 下一題 底片在排片過程當中 可以拉像指 加速速度嗎 加速速度嗎 不行啦 幹嘛強迫它 對啊 它就會自動出來 你還用力拉 不要強迫它嘛 差 來 都是差 對啊 這樣 對的 因為你硬是拉它出來 機器會壞掉 尤其現在的機器 齒輪都是塑膠的 你只要崩牙了 那一台就報廢了 好 所以沒辦法修 崩牙是什麼 就是裡面是齒輪嘛 然後滾動它要轉啊 你拉就是加速它再跑 如果拉太用力它 會跑掉 崩力也就不行 對 裂掉它就完了 所以如果壞掉 是你沒辦法修嗎 你要問廠商 這可以修啦 這可以修 這可以修 可是原因是 第二個還是有講 是因為它藥水包 它其實 這邊拍力的底邊 它是這邊有藥水包 對 那你在其實在排片的時候 它是藉由上面 手等一下 這邊這個軸 把拍力的底邊推出來 那上面有個軸 它會捲動 那如果就像熊哥講 你如果大力拉的話 這個捲軸 帶回家 帶回家 你真的跟它很友人 我一直打斷你 對 那這個部分它有可能壞掉 而且它藥水包可能會爆掉 爆掉的話就會整個肉液 肉液 所以藥水包就是指照片 後面的那一條 裡面是藥水包 對 其實拍力的底片 它其實很簡單的構造 其實就是它 拍攝的時候是這樣放的 那拍的時候 它會藉由這邊 去感光 感光之後再藉由所謂的 送片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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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底片推出來 推出來的時候 會經過這邊有一個滾軸 滾軸的部分 會把藥水包擠爆 然後讓藥水流下去 就會協議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說 不能刪 有一點在這邊 因為你刪的話 藥水會不均勻 反而是放在那邊 靜置它就可以 對 好 接下來一題 拍得最夯的時期 是什麼時候呢 絕對是之前 跟現在比的話 以前比較紅啊 所以意思是說 現在比較流行還是之前的意思嗎 它現在我們回答什麼 還是我們要直接回答 那這一題我們直接來問冠良好了 剛剛已經比完了 等一下來告訴大家分數 好 其實按照我們之前販賣的經驗 十幾年前是 日本富士拍子就開始生產了 對 那只是 剛好我要踏入這行的時候 是最熱賣的時候 那有預先 最近的話是智慧型手機 有APP 所以它相對來講 市場已經飽 再加上有智慧型手機 可以去做操作 所以它的拍子的數量 有慢慢的減少 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 都是用手機拍完之後 他就買一台可以 可以出來的就好對不對 它就等於說可以充印就好 對 就不需要再有一個 還有鏡頭的 對 然後這麼大一台 隨時出去還要 我手機拍 你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會覺得有點 太多餘了 對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數位的 跟傳統的還是有差別 數位會比較模糊一點嗎 因為數位就拍起來 不會那麼飽和 對 所以就變成是 你要自己抉擇說 我今天想要用傳統拍 還是想要用相機拍 用所謂的手機拍 我覺得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感覺不一樣 對 好啊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工作人員有沒有 幫我們統計到底是 誰贏 誰輸呢 平手 平手啊 那什麼樣本 那都拍可愛版本是不是 還是有網友想要看 Choppy版本 歡迎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們 他們很壞 他們心腸很壞 好啊 那我們就用 現場直接拍 我們就用哪一台拍呢 用哪一台 我們請答案老師 我嗎 我們要用哪一台拍會比較好 他剛剛手上有個秘密的東西 已經跟我分享過 我整個好想要喔 這一盒 超美 你拿起來很會尖叫 這一盒呢 我本來以為 因為它盒子上是彩色 然後很多張嘛 對啊 這盒超美 然後它又有銀邊 賣的人 他因為沒有用過 所以他跟我講 這照片有銀邊 然後結果我拍了之後 我才知道是整張銀色這一種 這個超美 就上面是什麼顏色 它就是銀藍銀綠銀 太酷了吧 這個給他們看 那我因為在回來之前 我在香港拍了一個派對 很漂亮 要用這個拍嗎 我好想要耶 這個 我要送粉絲嗎 這樣送粉絲很棒耶 我要帶回家嗎 等一下喔 我找一下比較 不行 我們的粉絲朋友 是最大利益的 我們要粉絲拿白色來拍 哇 你們好難度喔 這個給我們帶回家 我們還是要以粉絲為主 不然你們兩個就合照好了 這個我好想要怎麼辦 這個 這超美的 超美 超美 會尖叫耶 看一下 看一下 少女型朋友啊 好有質感喔 就是亮亮的 然後會閃 那其實這個底片 好漂亮喔 其實像複製它有那個 正方形的 其實是學它的 然後複製正方形學它 對 因為 這個Impossible公司出的是正方形 保利來其實算是最 最一開始 最早期出的 對 它早期出這個 然後後來其實 最流行的就是這一款 它光 這600系列底片的相機 賣了幾千萬台 幾千萬台 所以Impossible公司它才會出 這一系列的底片一直在做 不然其實 一家新的公司 你要靠這個底片 只是賣底片很難 但是因為它的市場太大 幾千萬台 它也不要多 一萬個人買就很嚇人 真的 那像這樣一張成本 大概多少錢 我記得以前小張的富士 好像差不多十塊二十塊 以前 其實這兩個不能 不能這樣比 對 因為不能 它的底片的片盒 沒有電池 所以它的成本低 可是 Impossible它要電池 在底片盒裡面 它才能運作 是喔 因為它的所有相機 都不用裝電池 它不用喔 它不用 但它都是靠 相機盒裡面的電池 去驅動它們 難怪寶寶媽媽 以前都不怕我們亂玩那一個 對啊 因為那個相機裡面沒有電池 但是底片貴 對啊 底片很貴 不能碰底片 所以它這一張要多少 這一張大概要 如果我沒記錯 一盒大概是在八百塊到七百塊 一盒八百 那它一盒有幾張 而且才二十張吧 二十張 八張 八張 一張一百 我必須說一件事情 而且它呢 貴了八張 以前的保利來 這樣一盒 是十張 可是新的呢 它這家公司做的時候 藥劑比較厚 所以它只能放八張 就卡住了 所以看每一個版本不一樣 沒有 它現在都只有八張 都是八張 這是戀財的意思 沒有啦 因為主要是 這個電池盒在貴 電池盒在貴 那如果它不用裝電池 所有這幾千萬台都不能用 所以它被迫要這樣子 真的好美喔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要送給粉絲朋友們照片嘛 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們兩位平手 所以我們兩位美女我們都拍照 但是我們也分不同的拍好了 有富士的跟保利來的 好不好 那我們請熊哥 那既然熊哥在這邊 那就要不要幫 各拍一張 各拍一張 我們總共四張送給大家好不好 四張嗎 好喔 我跟寶兒選 大家快點留言喔 趕快留言 我們要從留言裡面抽 送給大家 留言有要打什麼嗎 要不要留什麼 對啊 來個主題吧 大家聊聊 譬如說一些經驗 或是跟我們這次的主題有關的 好不好 看大家聊什麼 發揮你們的創意 然後待會兒我們讓寶兒還有 反反我們來選 好 那待會兒我應該是會用這台相機拍 是用這台拍嗎 這台其實是富士在2000年的時候做的 它690 富士啊 對 不是 對不起 保利來 我說錯了 保利來 應該是保利來 Impossible是在2008年 2007年的時候開始的 那這一款呢 算是日本組裝的 就是日本的保利來公司做的 它其實前身是在美國 它是680系列 它一樣也是600 真的是好多歷史喔 對 真的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簡單 一台拍的 對啊 其實對我來講我比較喜歡這個 那為什麼你不用這台幫他們拍 因為那是黑白的 喔 我知道有一次你幫我拍是用這個對不對 這個 這個嘛 這個 這個也有 因為我有一次跟熊哥我們在一個 一個記者會 對 賓室的一個晚宴的場合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他拿這條 覺得超酷的 所以熊哥就有幫我拍 就是黑白拍出來真的是 又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和味道 好 所以我們就先用這一台 對 我們幫寶兒還有 幫帆帆 各拍一張 好的 那我們要 開心的耶 開箱開箱 我爸說他缺我的照片 我要選他 他缺你的照片 我要選我爸 真的你爸爸很可愛 對啊 對 爸爸真的很棒耶 最好是啊 你想我爸爸都沒有在上面留個話 他都不支持你自己女兒 你爸爸有點像小玉的爸爸耶 對啊 我爸爸沒有粉紅的照片 好可愛 很可愛 好 這個底片我大概裝給各位看 他現在拍立的盒子都有這個 好 他在整合相片嘛 對 所以這個現在是有電池的 對 對嗎 這是有電池的 來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就是他貴的原因 看起來就很貴 這後面就是電池 真的第一次看到耶 對 他後面因為用這兩個電池 這是水銀電池 水銀電池比較有毒是不是 好多人說熊哥好吃 基本上他要做這件事情就是成本 就是成本 少這一塊成本就可能 沒辦法 他就不會動了 但是他們有研究另外一台相機 可以不裝的 但是那個相機我不建議買 因為太貴了 太貴了 但是他可以用來 好 然後他們呢 來 各位看 這樣子 你說有沒有漏光 沒有 沒有吧 因為一張黑卡紙抵著 對 所以他等於就是一個暗房 那這個暗房就沒有其他問題 對 但是如果你把第一張紙抽掉 他就曝光 他就會曝光 但他曝光是只曝第一張嗎 對 後面的還是沒有 後面基本上 一點點露光而已 一點點可能是 那我現在裝上去他會 先有第一張 先讓他出來對不對 他會自己跳第一張出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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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跳一張 對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要做這一集的主題了 因為做這集就可以 瘋狂的靶妞 這也是蠻好的靶妞 這也是靶妞的靶妞 這也是靶妞的靶妞 好 那現在 我應該在哪邊拍呢 我們要在哪邊拍 大家都說熊哥好帥 謝謝 認真的哪邊最帥 可是 可是是我和爸爸要選 還是熊哥 等一下你們就 就在 不是我們一個人兩個 距離大概要多少 原地嗎 反正熊哥很厲害 你隨便 你隨便他旁邊 他都可以幫你拍得到 有距離的 沒關係 這個可以近一點 交給專業的 他是專業攝影師OK 交給專業 哇 那個好美喔 有高帥的啦 各位 這麼 這個 所以我要出去嗎 我不要送給你們 誰要送給你們 我在這邊錄影 對啊 帶回家 各位這個 因為你看到 一開始是藍色 對 照理講他會建議 開出來就馬上放著 先蓋著 OK 剛好說可以蓋 對 那這一個呢 他現在新版的 比較進步一點 這樣還可以接受 電池 對 那一樣還是要有溫度 所以還是要壓他嗎 這一個其實不太需要壓 那我們就先進放好了 先進放 那煩煩呢 那我過去找寶兒嗎 好 那幫你過來好了 OK 來 那你就站在寶兒剛的位置 我要送我爸 再過來一點 再過來一點 不清潔禮物 你完全已經 恭喜私用就對了 1 2 3 等一下再低一點 然後靠近自己一點 對 專業的攝影師 好 好耶 我是紅色 跟我的衣服一樣 桃紅色 桃紅色 尋絲尋 要把它遮瑕 先放著 先放著 好這個是熊哥示範 保麗來的相機 保麗來的相機 那接下來我們請灌良 幫兩位我們來拍一下 好 想用什麼工具 想用什麼工具 剛剛是說我想用 剛剛是說用wide300嘛 對不對 用這台 用這台 因為這台才有電池 這我自己 對 用這台 想請問要用哪一盒底片拍呢 大家想隨便啊 因為不是送觀眾的 大家想用哪一台 拍 小小兵底片 好啊 大手筆 耶 你知道你什麼 是送粉絲耶 不是 因為餐廠的是我的相機 的底片 所以要拍完就是我的 是這個 耶 好好好 送我轉彎轉比較久一點 對 原來如此 耶 謝謝 我要現場哪一台 開心 小小兵 認真 你覺得其實不貴對不對 可是我喜歡他剛剛哪一種 我可以順便教他 怎麼使用排力的 對 我們順便教大家 這個是 達人要教大家怎麼樣使用 他開機的時候 他這邊的話相機會開始偵測 對 偵測環境的光線 那偵測環面的時候 他會用燈號來指引你說 告訴你可以拍了 最好的位置 最好的環境光線 所以像如果 像如果今天他燈號亮在這個房子內 對 就是調房子 對 那如果今天燈號亮在所謂的晴天好了 你就調整晴天 對 這樣拍起來的話比較漂亮 就是燈號到哪 你就是調到光圈 原來是這樣 對 所以你記得 你只要跟著燈號走就好 跟著燈號走是我們的大訣竅喔 燈在哪 箭頭在哪 對 燈號在哪 然後再來就是他拍攝距離的部分的話 最好要把 大概要抓多少 一公尺左右 一公尺 一公尺差不多是這樣子吧 差不多 一個半熟必長 一個半熟必長 對 一個半熟必長 對 這是差不多一公尺左右 好 那 那我們 那我跟寶兒可以一起 這邊先啊 在這邊 一個人的還兩個人的 看是一個一個了吧 都可以嗎 好 那就一個人 好 一公尺左右 1 2 3 耶 好的 換人 沒有 第一張是可以 小秀兵 對 第一張沒有 第一張是可以 要不然不開心 還是我剛剛那個姿勢 我覺得不好 愛心的好了 1 2 3 耶 感覺很專業耶 對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也想要 那請記得不要刪 就直接放在前面 記得不要刪喔 今天訣竅不能刪喔 刪是錯誤的唷 對 好 然後還有寶兒 我沒幫他拍一張 1 2 可愛的寶兒 好 那我們在等待他顯影的同時呢 我們看一段VCR 你知道嗎 手機拍力殼 什麼意思 手機殼也可以拍拍力的 手機拍力殼 看一下VC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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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剛才影片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心動呢 原來也有手機拍力殼 不過呢 除了手機拍力殼之外 我們要看一下熊哥的收藏 因為這個真的除了我們節目 大家在外面肯定絕對是看不到 這都是他私人的收藏 而且非常的有歷史 我們來好好介紹一下好了 來熊哥交給你 是 我介紹一下 我從他 這裡面最老的一台 後面那台也是你的對不對 是 那台超厲害 這一台其實是我在 超美 紀錄一件事情 全家福 特別為了全家福 然後珍藏 應該說我想到這個主題拍 然後這個是我二十年前就買的機器 它到現在還是可以使用 它是1948年的相機 1948年 我們還是在輪迴不知道起個run 我們還在幹嘛 我們還在幹嘛 1948等於是民國三十七年的相機 對就是光復前 所以大部分人看到說 那個十三儀用的嗎 十三儀比較小 滿像王飛虹裡面會出現的 對但是十三儀抱不動這麼大台 它是再小台一點 明白明白 對 好 但是今天要介紹 這也是算拍立德的一種嗎 其實它是拍底片 但是寶力來 寶力來有為了它特別做個片夾 然後它可以使用 如果以它的機構來用在這上面 保證垂下去 垂下去 因為太大 是 好 那我們來介紹 先從這個開始 對 這一台其實算最 比較早期 然後十拉片的機器 這好酷 其實你看它 超酷 超酷的 這個機器呢 也是大概在1957年左右 1957啊 對 很美耶 那48年它出現的第一台比較小 這個算是後期 然後在大概60年代它出 這有分A B 0 就110 然後A跟B 這三種 110的話它是沒有上面這一節 然後A跟B呢 它有稍微不一樣的地方改良 但基本上這一台 現在沒有底片可以用 所以就是不能用 所以 不好意思 最近有一家廠商非常厲害 它復刻了是不是 它做了一個新的機背 可以讓大家使用 可以把它接起來喔 對 它就是做了一個 其實它這個牌子叫 Rizivo 我不太會唸這個 因為有點饒舌 然後它可以裝 派利德的片夾 也可以裝傳統的底片 所以現在還是能用 現在可以用 哇 買了這個就行用 就只要你轉接後面這一塊 懂懂懂 那這一塊接好之後 你就可以裝 現在所有的 拍利德的 絲拉片的這個機種 是 然後這一家廠商 它現在也在研發 富士可以用的 好酷喔 也就是說將來 它用這一台老的機器 可以裝上最新的底片 來拍那個年代的質感 那一定很特別喔 出來的質感 因為其實 這一台相機的鏡頭 是非常有名的 羅德士座的 羅德士座 德國的鏡頭 然後它也有日本的鏡頭 光學這麼好 它等於是 類似這種相機的質感 拍出來的質感 基本上是很細膩的 我們下次真的應該 要做另外的主題 就是好好的請熊哥 來幫大家上課 從相機史開始好不好 真的可以學到太多了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在講 拍力的為主對不對 是 我看有幾個型號在這邊 185、180 跟這個鍍金紀念版 好 這個呢 180這一台 180我拿那個套裝組 套裝組 對它有一個 其實它是最早 其實熊哥今天帶的珍藏 不只有我們看到這些 超多喔 它在旁邊也是超多的 你看以前人買的東西 要有一個盒子裝 一整組 它出去拍 你這也稍微清一下 對不起 因為臨時被通知要來錄影 所以我只是很快的去挖到 它真的是保利來的盒子 對 保利來的盒子 然後打開 打開是這個樣子 整組的 對 滿滿的錢 滿滿的 對 滿滿的錢 它其實裡面就有 鏡射鏡 人像鏡 然後還有閃光燈 計時 然後追光照 這些東西 那我把 185的話 這是185 這是180 看到了180 字寫得很大 好 這180的相機 180就是這台嘛 對不對 這是185 然後這是195 這是不是寫180嗎 對不起 這是 因為剛剛我沒看到前面 所以擺錯位置 好 了解 然後這一台呢 其實大概在1968 69年的時候的機器 1968 1968 我們今天在上歷史課 大概 也是都還沒出生 1968 對 這邊我也還沒 然後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這是最早期它的專業機 可以調光圈快門 都可以調 都可以調 但是呢 它後來又進階到195 不對 對 應該是電到過來 1950先出來 然後再來出 沒關係 因為你講 對不對我美大 對不起 因為 因為 因為機種有一點多 我是專業的 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這幾台的年紀 大概都是在 68年到71年之間生產 然後這兩台呢 是這一台195 它是因為 你要先看光景 看對焦 先對到焦才能看構圖 它是分開的 但是180 所以你沒有對焦就會 失焦模模 你就看不到 所以你要先對著焦 然後再取景 這是第一代 進步了之後 就變成一個焦 它幫你已經對好 就是框框也可以對焦 也可以 二合一就對了 對 就在這個光景上整理 那這一台185 最特別的地方是 是 來 這一台呢 基本上 它的鏡頭 上面有打Mamiya 我看看呢 在這上面 Mamiya 對 那為什麼打Mamiya呢 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Mamiya 在這邊 這一台 是唯一一台 這一個系列裡面 有側光表 側光表 側光表 我跟你講呢 它那個時候設計的原因是 你只要調到 上面有一個紅點的地方 這上面有一個紅點 你只要調到 這個紅點 真的好專業喔 它就會自己曝光 自動曝光 就自動曝光 你就可以拍 可是呢 我問過幾個 有收到這一台的人 沒有人的可以這樣動作 就是只有你可以 我的也不行 你的也不行 對 所以還是你要自己調光圈快門 自動調 這一台 不過我想說可以收藏到這種機款 應該也都是專業攝影師 所以對他們來說 應該也不是太過難 應該叫偏執狂 偏執狂 偏執狂 有啦 看你收藏那麼多 就知道你是個大偏執狂 對不起 這一台呢 其實市面上是沒有賣 買不到 買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鏡頭上打的那個Mamiya 當初他有跟Mamiya 聯合做了那個交換鏡頭的機身 那這家保麗來公司的老闆 那就跟Mamiya可能就是談說 我希望做一套可以送給親朋好友 聽說數量大概在70到200台之間 全台灣全球 全世界 全世界 但是做來要給自己的親朋好友收集 也是一種巡私的舉動 對 是 好 那繼續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到了這個鍍金紀念版 鍍金紀念版 其實是銀色這台機器來的 這一台是1972年 那個保麗來博士發明的 你知道我們還有文獻喔 資料佐證 這是Time雜誌 這個也留在這邊 好酷喔 是以前的Time雜誌長這樣喔 對 很大一本 你是古董收藏家吧 就希望可以拿到它所有的資料嘛 然後來確認 1972年它把這一台銀色的相機做出來 其實你要把這台銀色的相機做到 雪茄盒的大小 好可愛喔 超可愛 你要做到這麼小 我覺得是應該像是那個酒盒吧 類似 就是裡面可以裝烈酒有沒有 我大概說一下 這一台機器 聽說它的設計費5億美金 5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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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聽說的 我覺得大家今天看這一集直播 你絕對值回票價 你可以增長好多見聞 然後看到好多 我們在市面上 應該說你這輩子應該不太可能 看得到的東西和收藏 不好意思吧 真的是好好的我們來 把它分享出去給大家 所以這一台呢 大概是它研究 你可以攜帶方便 比這個600系列比較傳統 就是玩具型的 更方便的機器 真的耶 然後金色的這一台其實是1978年 1978 1967年 它做了紀念款 明白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熊哥他一部分的收藏 不過請問最後呢 兩位當然要不要幫我們推薦一下 給我們很多入門者 譬如說像我也是 真的不是太懂怎麼玩拍力的 我們先從冠良跟大家推薦一下好了 好不好 我如果要再要推薦的話 或是要注意一些什麼樣子的小PayPal 我會推薦Mini 25 它是屬於全自動的 全自動的 對 而且它造型比較小台 是 隨身攜帶比較方便 對 我會推薦這一台 而且它價格比較符合大家的需求 2000多塊 對 那它的話要注意的細節 其實很簡單就是 盡量不要打開它的北蓋 相機裡面有底片的話 就一定不能打開 像剛才講 保育來是可以開 但這個就不要開 就不能開 因為開的話 是富士系列都不能開 都不能開 因為它一開的話就會曝光 那曝光的話 理論上來講 你只要不要整盒拿出來 只會曝光一張 曝光一張 曝光一張你只要 外面那一張對不對 對 就是外面那一張 曝光完之後 你只要把它拍掉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是 它的技術器會亂掉 你必須等到下一盒新的 它才會恢復正常 對 明白 這是推薦給大家的 我們的冠良 推薦給大家 Mini 25 那熊哥呢 有什麼要推薦給大家的 其實我要推薦很尷尬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在ebay上找的 那找的東西當然也有一兩千塊 非常入門版 其實這一系列 有顏色都會稍微貴一點 了解 大概在四到六千不等 然後如果像這一種 什麼醫療版 或者是你反正平常看不到的 這種版本 應該更貴 所以還是最好按照大家的喜好 跟需求對不對 對 那一般人可以買這個 但是是挑黑色的 黑色款 因為黑色便宜 對 所以現在也買不到啦 現在還是可以喔 真的嗎 就是你要在ebay上面找 那一種 我要去找 那我請公司幫我們看一下好了 我們的網友 我們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要問熊哥或是冠良的 好的 我們快速的拉一下 或是寶兒跟帆帆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請教兩位達人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大部分人都說熊哥好帥喔 對 謝謝 他們專業的 或者是說熊哥很專業這樣 真的 我們冠良很好 冠良是富士掛的對不對 富士掛 以後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都可以詢問他 還是比較 這算是現在比較 平易近年版的啦 對 像熊哥這真的是要 荷包要有一點深 沒有就是你要有一點點偏執 對相機有點熱愛 對 你有一點偏執 然後想要這個 是 歡迎大家都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然後留言告訴我們 或是我們會後 如果有些問題 可以回答你的話喔 當然熊哥 我相信他一定會以他 非常專業的姿態來回答大家 來幫大家解惑 超可愛 所以你最想哪一台 這一台 那個 MU很喜歡復古 迷你冰的 這個就是因為體積大 那寶兒呢 寶兒比較喜歡護士的 我喜歡復古的東西 還是比較喜歡 寶麗來 復古 對 我喜歡復古的東西 所以 千佩想要哪一台 我覺得 你疼啦 他就一直這樣倒 跟你的 不是 你看又倒 又倒 就是跟我說倒回家呀 來 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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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Hello Kitty牌 它沒有米老鼠的 米老鼠沒有 我哥哥去日本買的 真的假的 好可愛喔 這一台是 這大驚喜耶 這個是彩蛋 它還有一個袋子 對 這個我家有 有啦 我們網友說希望下次 還可以再邀請熊哥來 特別介紹一集 可能有關於拍攝的 或是相機的 其實相機真的是在我們日常生活 是個很重要的利器 真的 可以幫助措很多生活的點點滴滴 所以呢 真的很希望大家 可以上網 盡量地告訴我們 你想要聽什麼樣子的主題 或是你想要知道 什麼樣子的訊息 那禮拜三是跟生活財經有關 歡迎大家都可以多多留言喔 那最後最後 寶兒跟 凡凡我們開放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 我們要選那個嗎 送照片的 我知道你就是要選給你爸 不是嗎 大家都會在下面說 選我選我 可是你就不行 我要選交法 我剛才有看到一個說 我要買反凡的 要買反凡的嗎 那就送他好了 因為他說反凡 待會兒我們再好好的 一格一格來細細的看 好啊 希望大家看完我們這一集之後 對於拍力的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今天的主題就是拍力的 希望大家學到很多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夠 draws 你 麻煩 更低 �ו 內 阿